在等待退潮的同時 到底要吃些什麼呢 我只是來錯時間而已 你有需要這樣對待我嗎 有朋自遠方來 我們一定好好招待 遠方來的好朋友們 我相信觀眾朋友 看到這一桌 他以後應該會 都會選擇漲潮來啦 台灣第一頂 少偉哥 你不是跟我講說 這個北海岸有一個奇景 就是綠地毯就在這裡嗎 是啊... 但是你提早到了啊 我提早到了 對啊 那因為他們要看潮汐 才看得到這個漂亮的美景啊 不是早來早看到喔 早來還不一定看得到 我想說我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在哪裡已經很厲害了 還有時間限制就對了 還有時間限制 對啊 那現在怎麼辦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既然林東到了 我們先去吃美食好不好 有這麼好的事情 有 有美食可以吃 有 一定讓你吃得很開心 走... 這幾年台灣的國境之北 北海岸被發掘出 許多特色景點 各種奇言怪詩 搭配藍天綠地跟無敵海景 成為網美拍照打卡的祕境 今天要介紹的更是各宗翹楚喔 在等待退潮的同時 到底要吃些什麼呢 我只是來錯時間而已 你有需要這樣對待我嗎 有朋之遠方來 我們一定要好好招待 遠方來的好朋友們 我相信觀眾朋友 看到這一桌喔 他以後應該會都會選擇 長潮來啦 是 對 我們在這裡靜靜的等待退潮 需要有這麼多的這個美食招待喔 在你面前這一個是明太子海鮮披薩 因為它有淡菜 蝦仁 然後還有自己做的明太子醬 然後是新鮮的海菜來做 還有淡菜喔 還有淡菜 對 淡菜 我以後可以早上來找你嗎 是 我們從早上就開始準備了 退潮大概是幾年吧 因為退潮 它每天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要搭配潮汐 我們會建議遊客就是說 從網站或者是打電話來 我們詢問看看現在的潮汐狀況 不用... 不用... 遊客現在不會擔心 什麼時候來了 是 對 來過的時間也沒有關係 是 因為有這麼多的這些美食 可以跟你陪伴的喔 是 旁邊站左邊那個 看起來像飲料 這一杯其實是當地的特色石花丼 有點像果凍對不對 對...那你很內行 它就是你用湯匙吃可以當甜點 如果攪拌起來可以直接吸 還有我們這個很特別的一個 這個是軟和蟹海鮮燉飯 下面的燉飯是用海膽醬加蟹肉 下去拌炒 然後最後再擺這樣 完整的軟和蟹蟹肉 蟹肉 蟹肉 對 滿滿的蟹肉 蟹肉 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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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退... 不要退炒 不要急喔 二樓不要急 慢慢... 還有那麼多美食等等我 位在老梅沙灘上的這間海景餐廳 因為鄰近港口 海鮮料理更是超新鮮的 不僅如此 貼心舒適的環境 也非常適合親子 或者是攜帶寵物一塊來玩耍 吃飽喝足後 看看時間潮水 也應該退得差不多了 馬上帶大家去一趟 我們的現實祕境 太厲害了 那就是我們要找的 綠地毯對不對 是 少偉哥 那就是台灣獨有的綠色 綠色潮 在老梅這個季節最棒的景觀 就在台灣的地方 我覺得厲害的不只是 我現在親眼已經看到綠地毯了 我覺得厲害的是這些的訪客 是 這些訪客比你知道他們退潮還精準 對啊 他們都會做功課啊 時間一到他們就湧進來這樣子 湧進來 對啊... 非常多的攝影愛好者 都會在這個時間 特別來這個地方取景 所以真的要把握時間 這個時間一到 而且是這一段季節才有 這樣子的景觀嘛 是 那我們趕緊到現場看一下 好 一起出發 走... 餐廳前方的海岸 就是我們這次要介紹的 現實美景綠石潮 每年的四五月 北海岸老梅綠石潮 開始資深大片的海鑿 將整片海岸線染成鮮綠色 而這片壯闊的景致 不僅是攝影愛好者追逐的焦點 更被國外媒體票選為 台灣八大私密的景點之一 拿好你們的手機跟相機 跟著我們一起去追大景吧 是不是很厲害 我就說台灣是個寶島 很多秘境大家都不知道對不對 對啊... 而且這個以前就有嗎 以前就有 一直以來都有 對 只是最近越來越紅 因為電視啊 新聞啊 國外媒體都有報導這個 台灣獨特的地形景觀 我們後面是大層山嘛 從大層山當初火山爆發的時候 流下來的火山岩 然後進入海浪不斷的沖石 才造就現在的地形啊 難怪它看起來就很像是 就是一樣 像岩漿流下來的一個樣子 是幾月到幾月才有這個 綠色的這個海藻出現 它這個季節它是一年才一次 要每年的過年後 到五月底之前 東北季風這樣吹浮 它才會生長到石頭上面 所以我知道了 只要是琵琶盛產的季節 還有海域盛產的季節 就可以來看這個綠地毯了對不對 對 很專業 突然想要吃琵琶的時候 就想說 好像北海岸有這個綠地毯 可以看 是... 對啊 我發現只有這一片是特別綠耶 那其他看起來 為什麼沒有像這一邊 這麼的這個生氣盎然 我覺得地方 因為它地形的關係 每次海浪跟潮汐不同 所以它有些地方會被沙子淹沒 那淹沒的地方就不會長了 然後要等到它退潮出來之後 再慢慢的生長在上面 那這一塊因為比較完整 所以它長得比較 最壯觀 最自然這樣子 那我怎麼看到有一些 好像有白白的 有綠綠的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它算是一個植物 它本來就有生命的周期 那加上如果太陽出來曝曬的話 它太乾燥它就會老化 會死亡 對 所以要在這個季節 東北季風把它那個海水打上岸 它才有辦法一直持續的生長 被侵蝕的火山椒岩形成 總長近一公里 平均深度50公分的溝槽 搭配翠綠色的石唇等海藻 造就了讓人驚嘆連連的迷人景致 台灣你才是我心中的Superstar 很壯觀耶 身為台灣第一人的主持人 現在的任務呢 就是在這邊監督的所有遊客 誰他都去我就跟他講了 對 我們要宣導那個遊客 要愛護自然 愛護自然 但是我發現我們真的是 滿守規矩的 是 那我現在觀察下來 沒有人真的敢是走上去破壞它 是 而且除此之外呢 在上面你又可能會滑倒 而且也危險 就是要拿出這個 愛護它跟素質啦 是 保護這個環境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對 沒錯 邵輝哥 那我們剛剛吃完美食 欣賞美景之後 對 那我們來進行一下 我們地球公民應該的責任 不是在這邊監督 然後打他們腿嗎 沒有...我們還有更具體的做法 還有更具體的 請 沒有問題啦 我看到這個就知道要做什麼 是... 你是要我做淨灘的工作對不對 是...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你知道我最喜歡做淨灘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看那個海漂啊 是 上面它的文字是你哪裡 你哪裡的文字 是 我一撿到這一個來自哪裡的 我就會呼籲那個地方叫他們 不要再使用塑料啦 那我們就敬我們這個公民 地球公民的責任 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 這個可以剪給唐小三嘛 小三 我幫你準備一些 來自北海岸的海漂 你可以做裝置藝術 這個我知道你最喜歡 對 那你平時會有固定 就是舉辦這種淨灘的活動嗎 對啊 因為我們餐廳在 離海岸旁邊很近嘛 所以我們自己也會覺得是說 要愛護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大概一到兩個月 會辦一次淨灘活動 然後我們會邀請好朋友一起來 那第二個是 北觀處也很鼓勵大家做這些活動 所以你只要上網預約報名 他就會提供夾子 對 手套跟垃圾袋 年輕人有沒有聽到 我知道現在的年輕人都很熱心 自然美景總是這樣靜靜的 陪伴跟療癒著我們 地球不需要人類 人類卻很依賴地球 環境保護 雖是老生常談 卻十萬火急 末代逆襲的那一天 一切都太遲了 臨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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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